說起這樁婚事 帝君千萬年來 見過的女仙不少 何以獨獨挑釁我家鳳九 做你的帝后啊 我對她一見諸如此 我對她的許多人 日交流 我對人都說 只要我能夠 我對她的問責任 為什麼現在 我可以對她的 我這個人是 我對她的朋友 很久保持 你也可以讓她 那女生 我上級的孩子 是那麼適合 我得得到它 有甚麼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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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璇環 本君亲自粘算过 五月初六就是个好日子 不如今日就定下来 五月初六 岂不还剩十天了 这么快 我们怎么来得及操持 毕竟是帝君大婚 简单不得呀 无妨 小白平日素外热闹 一切都随了清秋的风俗即可 太臣宫管事 先官崇林 行事十分稳妥 太臣宫同清秋 一同齐心举办一场婚宴 定错不了 只是 是成亲的地方 本君虽无父无母 但 也想在同生同长的 碧海苍林才好 碧海苍林 如此圣地 乃是父神赐予 帝君成长的地方 怎可被我等去叨扰 怎是叨扰 我同小白最重要的是 也该让八皇的众神 在碧海苍林一同喝一道喜酒 方显正重 帝君为了奉酒 竟然愿意打开碧海苍林 我今日在这儿会你 实施受了白义上神的请求 我还以为你是受了白阵的托付 也要来训斥我一二 训斥 普天之下四海八荒 谁敢训斥你呀 我和小白大事已定 你们按辈分 如今都强出我一头 我和小白 那是 神魔大战的时候 白义曾在你麾下抗敌 这数十万年来 他听你说的话 都还不如今日你说得多 本来你的一番话 他是不敢置会的 可凤九是他的心肝宝贝 就这么被你拐走了 他这心下如何能平 你可知道 他是不赞成这桩婚事的 倒不是嫌你俩辈分悬殊 而是 你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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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